持续面对这些新的变种病毒 全球都是高度警戒 但是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也可能会让疫苗的效价表现 降低四倍以上 还可能让原本的家用快筛 未阴性的几率提高 所以现在也传出 这个卫福部的预防接种小组 专家会议达成的共识 说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 第二剂有机会开打了 甚至成能也有机会来开打第三剂 但这些详细的措施 都要等指挥中心进一步宣布 南非新变种病毒Omicron 为例强过Delta变异株 医师黄玉成认为 过去从来没有病毒 能让几十亿人口感染 这回新冠病毒感染者很多 会产生变异株是必然的 只是疫苗产生的抗体效价 可以完全对付过去的Alpha病毒 而对于Delta效价的表现 则会下降到三到四倍 不过Omicron的变异 比这两个病毒都还要大 所以疫苗效价 恐怕会降低超过四倍以上 民众不只要做好 打满疫苗还是有几率 被感染的可能 这病毒可能还会让家用快筛 出现胃因性的几率提高 不过就因为国人大多都认为 打了疫苗还是有可能 突破性感染 有异常的国人未接种过疫苗 也有很多民众担心 第二剂的副作用而暂缓施打 只是这新变种病毒的感染族群 在南非都是年轻人居多 专家就呼吁国人 第十六期第二剂疫苗 今天开始预约 能打就尽量打 因为没有接种疫苗 或是没有完整接种的人 会提供病毒大量繁殖复制的机会 而台大前医师林势必认为 面对Omicron病毒不用太担心 防疫措施等等的 其实该做的事情都一样 他也说疫苗要打好打满 因为明年准备打第三剂的 加强针了 而对于国内是否施打第三剂 目前ACIP专家会议取得共识 以及青少年是否可以开放 接种第二剂 BNT疫苗指挥中心表示 今天就会公布